您好 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我是黄兴华 要带您关注上周的周一后事件 是否会影响到台北市场的选情 支持度的部分 根据TVBS民调发现 蒋万安上升了四个百分点 已经有支持度达到四成 排名第一 其次是黄珊珊 支持度是23% 而陈时中的支持度下滑1% 来到22% 敬佩莫作 参访儿童体能超运动学院 陈时中大谈儿童政界 少年有小孩少年青少年 都能够一个快乐的城市 快乐的成长 自由叛选战的拉回到比评政策上 毕竟受到周一后事件影响 根据TVBS民调 陈时中支持度再度趋于劣势 虽仅往下掉一个百分点 但蒋万安增加4% 黄珊珊看似没得力 另外喜好度上 蒋万安跟黄珊珊都有近五成的喜好度 不过陈时中仅获得27% 而且不喜欢度破五成 难道政坛传言 绿营考虑气城保皇是真的 我倒没有听过说气城保皇 这样的事情 我还是说我们的目标 选举目标 还是以过半为努力的目标 只是传言或许并非空碎来风 看看日前黄国昌力挺黄珊珊 某部分就是拉拢前率选票 另外赖清德称疫情是从台北开始 也被解读是否跟绿营派系有关 心细故意给阴系难看 这是柯文哲他在沦为做黄珊珊的侧义 那他刻意的在赖清德副总统的谈话里头去断章取义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见不得陈时中好 柯文哲被点名恐怕也不是没来由 尤其他前一天还断言赖清德12小时内会道歉 因为我印象中赖清德是比较 比较温度的人 我来依据他会说就算了 就抱歉了事就过了 我发现他现在是人在江湖 我想他就不太能够按照他自己想方法去做 再来看到陈时中成立了竞选总部 政副总统都来了 连指挥官王必胜也现身 蒋王安就抨击指挥官变陈时中的发言人 指挥中心成了竞选总部 开箱陈时中竞选办公室 总干事吴思瑶要大家特别看看 总统蔡英文的祝福题字 而就在两天前 陈时中的竞总成立也是打总统牌 加油 小英总统和绿营天王赖清德 苏贞昌轮番上阵帮陈时中抬轿 对手蒋万安看了没意见 但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也到场 让他忍不住很酸 被蒋万安质疑利用职务替陈时中抚血 王必胜在疫情记者会上 替自己和团队澄清 就怕被说公器私用 王必胜在记者会上连说两次 如果选举期间 外界指设和指挥中心业务有关 自己会代表指挥中心站出来说清楚 选战倒数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担任公职曝光度高的王必胜 休假行程和言行也跟着遭到检视 TVBS新闻杨金波林敏珍 综合报道 而今年选情了募款 是否因此拉高了募款小物的担价呢 黄珊珊跟蒋万安不约而同 推出万元的竞选募款小物 当期最佳销售员 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员蒋万安 背起竞选小物拖特包 还详细介绍 这些可都是从过往选举部条回收再制作 但想拿这个包可不便宜 得先到蒋万安的官网斗内区 点选永续台北的方案 才能获得这个拖特包 还有抱枕口罩预售等等小物 但得从口袋掏出一万元 那当然一个方面是希望能够有竞选经费 包括现在整个大环境 物价会高一些 除了成本不便宜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帮自己募点经费 因为选举什么都得花钱 从硬看板挂看板到租地方 放什么都要钱 更别说竞选总部的租金还有人事费用 尤其今年选举没有往年热 募款因此没有很踊跃 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他们身上 当然我们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 都能继续支持我们的募款小物 抓紧机会不忘再宣传一下 黄神山竞选团队更早提出竞选小物 从防疫基本款的333元口罩 到13333元的限量山游组都有 跟蒋万安推出的永续台北比一比 两个价格差了3000多元 黄山山含外套Polo衫 渔夫帽跟毛巾 蒋万安则是以拖特包为主 还有抱枕跟T恤 售价比成本高上许多 因为主要是为选举经费募款 但也有参选人不走这个路线 我们大概也没有所谓募款小物的一个规划 那募款还算是顺利 陈时中进办不推小物 反而是不管民众捐款多少都能获得主视觉口罩 虽然三个阵营都说 募款进度都在规划当中 但从推出的竞选小物价格不能看出来 参选人们对于经费需求的不同 国民党即将在桃园举办联合葬事大会 有望可以拉抬张善政的选情 而现在传出侯友宜非常的强力支持 说到激动处忍不住掉下眼泪 桃园市长参选人张善政 日前被绿营指控在活动中发红包造势化动算 国民党打出悲情牌之外 更大动作提告要替善哥守住这一局 驻选团大动员张善政设在中立的南区总部正式进驻 这边士气大正而另一边权力依助资源 拉抬郑运棚的市长郑文灿却被爆出 由陈明通指导的论文也涉及抄袭 一个一个点名骂过一轮 毕竟郑文灿被视为蔡英文清点接班人 万一拿不下桃园这局 也高度赞同把活动办在桃园 所以包括桃园包括宜兰包括基隆包括台北市 大家一起努力让北台更好 看似是要助权张善政 但在民进党眼中侯友宜这一步有所心机 如果侯友宜到桃园去又比朱立伦更受欢迎的话 那不是更显示的 其实侯友宜是更具有正当性 来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吗 侯市长是台湾最强的母鸡 我们也希望侯市长尽快来桃园 帮助三哥一起高票当选 也确实侯友宜自带人气声量 但动机是否在替自己铺好总统这条路 就看桃园能不能绿地变蓝天 TVB的新闻 新闻市长侯友宜的警大博士论文 这个声明的罗生门还没完 尤其警大校长的态度被拦一质疑 是不是沦为了选举东场 而内政部长徐国勇急着撇清 所以这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我都没有介入 一听到侯友宜的警大博士论文 内政部长徐国勇赶紧先划清界限 毕竟选举到了就怕被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为跟政治选举打手有关 我不介入这个让他们去处理这个 我到现在为止没有看到什么动作 撇清再撇清就怕一个不小心引火上身 这一头徐国勇在立法院切割干净 另一头自家人在新北合体粘梯梯 再帮要选新北市长的林佳龙站台 行政院长苏贞昌原本想帮林佳龙充人气 但不知道是不是太急了 相信他会更努力充斥台北新北市民 都会看到他 也跟总统前一天一样 把新北说成台北 这下尴尬了 林佳龙只好再提自己选举 都借不到城地 要拜托侯市长能够帮帮忙 我们一起让这一场民主的嘉年华 很热闹 那均止之争 让各地方政府都能一本公正程序办理 不要因为首长自己在选举 就有偏颇不公 新北市的公有场馆跟场地 都有相关的直接办法 发联任任何单位都可以来申请 按照我们申请的办法来申请 说到的规矩走场地一定有 侯友宜波赤友党选举造势申请 随着选举倒数双方攻防越来越激烈 牵涉范围也越来越多元 TVB的新闻 武汉人朱光宏 邱婉柔 韦佳琪 台北西方报道 禁电室的前董座陪委现身便捷 府院介入省教的录音党 是为了让股东安心碰红的 但立委还是质疑 这说辞是不是在替府院撇清 一致自己讲过头了 要带过在禁电室股东会上 自称找了总统行政院长跟NCC协调 深造的因党曝光被质疑是府院协助施压 靖州看校长陪委首度献身 驳斥所有指控 那些东西其实都是让股东安心 所以里面有些东西也许有些碰红 是在掩盖呢 还是在袒护 府院高层说他只是碰红 所以他已经否定 否认了他之前说这个位照或者是变照 姚定陪委间接证实 英党没有经过变照 爆料的立委陈娇华质疑陪委说谎 而且就算照陪委的说法 他也对股东说谎 其实不是骗 因为我们其实当然会做很多努力 但股东他有点担心 拿不到执照的问题 我们当然就让他比较安心 看一下痛恨假讯息的苏贞昌院长 要不要就范 那请问苏院长你还要当小弟 拿陪委的话来说嘴吗 点名苏院长不要当肺海内展现中立 因为镜周刊最近平打蓝白参选人 被质疑事项绿营书成 这个是非常荒谬的论文有超新问题 都是我们的记者主动主动 根据爆料的内容去查证 帮自家的记者陈勤 但讲到NCC可就没那么客气 他们其实是怠惰跟滥权 NCC作为一个电视台的监管单位 它其实是前置一个电视台 炮口对着NCC但因党的内容 可不会就此落幕 法务部收到检局函后 视灵地检署分案调查 就看法律能不能还原真相 而府院爆出施压疑云 但是到底要不要检掉介入呢 隔回苏贞昌一句不必去查 引发了质疑是不是对检掉下指导棋 第三人在外面要讲什么话 这不是总统院长能够去控制 也不必去查 就是这一句不必去查 让外界质疑苏贞昌公然 对检掉下指导棋 尽管苏贵事后解释 所谓的不查指的是检掉查 不是府院去查 但还是被在野党质疑 引凹 NCC是独立机关 政府都尊重它独立行使职权 我讲的话清清楚楚 我们现在的政府 不是像当年借时代 还要去查人民的言论思想 苏贞昌再度澄清 或许也怕被贴上违宪标签 有任何彼此人民之间争执 寻法律程序 或是申请各种 由主管机关依权者办理等等 都依照法律规定 行政的部分 NCC他们也在处理 那行则的部分 委员交给我们的资料 我们转给执法机关 在继续的处理当中 但学者冯建三就投书平面媒体 只立为直询禁电式执照取得过程 苏院长说不必查 这是变种的前聚后功 并不妥当 另外服务院对于NCC 是否已有不专业 并且不利民主干扰 必须严正以待 喊话NCC应该革新新闻频道 驱除服务院干预 而说到独立机关 蓝营立委也喊话监察院 快点查 公务人员涉嫌赌职的部分 监察院难道不用动起来吗 监察院为什么现在还是静悄悄的 到底是不是看颜色 或是看官位 看人选择性办案 服务院坚称没施压 但口说难适宜 又不提高自清 让人物理看花 TVB新闻吴柯院串柔台报道 副总统赖金德的助选行程满党 同时也大力推动18岁公民权修宪 想请交给资讯记者宛柔 11月26号除了九合一大选之外 另外还有一项就是18岁公民权的修宪 复决公投 那么最近不知道有没有民众发现 其实副总统赖金德最近也在一些地方挂出了 推公投的大型看板 这看板上面写着台湾挺年轻就是要大家记得还有这张票要筒 但赖金德为什么会突然挂出这些看板呢 原来是因为他在八月底的时候呢 曾经邀了一群青年学生代表呢 到他的官邸来座谈 那当时呢 这些年轻人就建议他说 其实很多民众都不知道 还有一张公投票要筒 所以希望赖副总统可以用他的影响力呢 来多多宣传 所以赖金德也就开始挂出看板了 那么除了挂看板之外呢 他们也建议赖金德说呢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可以走到街头来帮忙宣讲呢 没想到赖金德也做 像是他就到这个台中呢 跟着台中市长参选人蔡奇桥呢 一块接奖来全力推动 那为什么选台中呢 是因为这些学生说呢 这个支持18岁公民全修宪 复决的这件事情上面在台中呢 这个支持度是最低的 所以他们第一站就从台中下手 那么青睐人士 私下就说呢 其实赖金德过去就很关心年轻人 常常呢 会从年轻人的观点处境呢 让他们呢 来了解说他们到底需要什么 所以呢 他才会力挺18岁的公民权